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彼此不是敌人 今后也绝不应该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敌人 老胡相信这是中美两国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 美国在搞霸权主义 试图遏制中国发展 中国必须与它的这个图谋开展坚决斗争 即使这样 两国也不都不希望成为敌人 中国在致力于以斗争谋和平共存及合作 就中国互联网舆论来说 不应烘托中美是敌人的主张 或者说需要有强大的网上舆论力量 平衡这种激进主张 为中国实施稳健而有力的对美政策 尽量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 和各种交流 创造有力的舆论环境 让中美成为敌人 这既非中国的外交政策 也非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意愿 两亿中国股民的绝大多数 肯定不希望中美成为敌人 那么多中国外向型企业 和他们的员工也不希望中美为敌 大多数普通中国老百姓 同样不希望回到反帝反修的激烈对抗时代 世界非常广阔 美西方绝对代表不了世界 但是美西方是现代化资源最多的地方 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保持友好 或者能过得去的关系 让中美尽量斗而不破 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 也符合国家根本第一 我们清楚地看到 国家的对外政策一直朝着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方向努力 而且总体上把握的相当稳健 尽量保持或稳定 同美西方关系是这种努力的其中一环 希望互联网舆论对这一切能有准确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同美西方的关系避免了走俄罗斯或伊朗的道路 穆斯科 德黑兰勇于与美西方激烈对抗 值得钦佩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国情 有他们那样做的条件动因或无奈 俄罗斯和伊朗都因此受到很大拖累 人民付出了代价 中国处理与美方矛盾的策略显然更加稳健成功 使得国家的发展大局受到的冲击非常小 对美关系既要不惧斗争 又要善于使用策略和把握节奏 它不是意气之争 不是斗气强硬的竞赛 中国对外关系要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任务 那就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不断促进高质量发展 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 有人说中国不把美国当敌人 但美国已经在把中国当敌人 这个判断同样是有问题的 美国已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它的确想要遏制中国发展 维护其全球霸权利益 但它整体上没有能力和决心 把中国当成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来对待 因为我们处在全球化时代 中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 华盛顿的少数极端精英 虽想煽动整个国家敌对中国 但是势比人强 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无数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想挣钱 想过好日子 大多数美国人知道 与一个实力强大的和大国为 敌对美国意味着不可承受的风险 我们的舆论 要给从事中美交流的人和机构 足够大的空间 对他们给予应有的鼓励和友善 不能因为他们是交流的推动者 没有向对方处处展示强硬 就给他们贴投降派的标签 在世界很多国家 强硬派都很容易在舆论场上占据上风 形成对社会面敌压力 在中国的体制下 应该避免这种情况 让理性爱国主义始终保持主流地位 我们的社会 不能够被一部分人的极端对外情绪绑架 今天的中国 有充足的思想资源和实力基础 将以斗争谋和平与合作化为现实 将保持底线思维与争取好的结果 做得淋漓尽致